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湾的飞弹家族第16集 我们有一阵子都因为讨论潜见相关的议题 所以忽略了我们之前进行到一半的飞弹家族 我们这一集要来讨论的是 公风4型多管火箭 还有它衍生出来的CR两动腰干扰火箭 还有接替它的公风6型多管火箭 那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后续在介绍完雷霆2000 还有相关的这些多管火箭的系列之后 我们会进行IDF相关的介绍 因为有IDF所以才会有天剑系列 包括天剑1型跟天剑2型 所以目前我的想法是按照整个连带的科技数 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进行一个介绍 首先在地对地的多管火箭部分 其实之前我们在飞弹家族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当初就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 中科院他们在相关的火箭飞弹方面 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成果出现 所以我们这一集先将公风4型 CR2动腰还有公风6型进行一个介绍 后续再完成雷霆2000还有震海系统 包括震海系统相关的摊岸防御火箭 其实是先有摊岸防御火箭之后才有震海系统 相关的技术也应用在现在海昆舰 它的潜舰优标系统就是诱饵系统 当然很多刚接触军事领域的朋友都会有一个疑惑 就是火箭跟飞弹怎么来区别 其实早年的教科书都会提到这个问题 都是说有导引头的 就是不管是雷达导引还是红外线 这一类的就会称为是飞弹 那没有导引的功能一般称为火箭 而且火箭它本身是不会有要吸气 就是有一个进气口 所以火箭它本身并不会吸取空气 当做它的助燃剂 它本身就会吸带助燃剂 所以早期我们都称它是无导引的 是火箭 最早的当然包括二战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多管火箭 还有德军他们研发的V-1火箭 不过比较纳闷的就是我们一般称为V-1 都是说它是火箭 可是它也是有简单的惯性导引 那V-2就称为飞弹 所以其实在现代火箭跟飞弹 它的分野也越来越模糊 在二次大战期间最有名的多管火箭 其实是苏联的BM-13多管火箭 它有两个外号比较出名 就是卡丘莎还有史达林风琴 那主要是因为当时在生产的时候机密等级比较高 所以是给它一个K的代号 所以当时在苏联服役的这些军人 他们就称它用一个当时有名的歌曲 就叫卡丘莎用这个来代替它 可是对德军来讲 因为只要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 就代表死亡的降临 所以他们非常痛恨它 就称它为史达林风琴 因为它是很多管的火箭弹 沿着轨道来发射 就像我们左边看到的这一个照片一样 所以它可以进行一个面的打击 可是这一类的多管火箭 它本身的精度不高 可是扩散的面积是比较大的 在介绍多管火箭之前 必须要先介绍一小段有关 两栖登陆作战它的整个流程的概念 因为台湾会研发多管火箭 主要是针对两栖登陆作战的反制作为而来的 所以在进攻的那一方 它必须要先集结它的部队 然后部队要上船 不管是上飞机上船 而这些船舰一般都是两栖登陆舰或者两栖船屋登陆舰 所以它在集结的阶段 它耗费的时间就很长 等到人员都装载上船完毕之后 当然要包括它所要需要的这些装备车辆 所以两栖作战它所需要的支援舰艇的量 数量就非常的庞大 装载完成之后就朝目标发进 可是两栖船团这一类的两栖船舰 它是非常脆弱的 所以护航舰队的编制也会非常的大 所以左边这张照片是诺曼蒂登陆的时候 盟军它整个舰队的空拍图 等到接近敌人的岸边的时候 它会需要释放出它的登陆艇 或者两栖车辆这一类的小型的载具 所以这时候登陆部队就需要换乘 换乘完成之后 这些登陆艇 两栖战车 登陆车 全部就要冲刺 朝着它的目标海岸来冲刺 这就泛水 那这时候有点化整为零 就是大家散开来 所以换乘阶段就是大的登陆件 换乘小的登陆艇 或两栖登陆战车 要做这些准备 那这用意就是让我们的目标变小 因为登陆件的数量可能不会很多啊 可能像中国目前的能量 也大概十几二十艘而已 那这时候你变成换乘小的登陆艇 或者是两栖战车 那它的目标就会数量爆增 目标变小 而且这些小型的舰艇 它可以短途 短程的冲刺 它的速度可以很快 分散开来 那这样防守的这一边 它就不容易去击毁它 所以把目标变小 然后数量变多 是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用意 然后等到到达岸边之后 就是要抢摊 这时候大家就对这个比较有印象 像抢救雷恩大兵 一开始就是属于这一段 那可是整个过程里面啊 对于防守的我们来讲 要在敌人集结的时候 摧毁它是最有效益的 可是在前面的集结跟装载 这个阶段都在对方的港口 或者它的集结区 那就等于它是源头打击 跟境外打击的部分了 那当然很多人就是讲说 还没有开战 你有办法打它吗 当然没有开战之前 它在那边装载 有可能是演习 所以我们当然不会动手 可是只要开战之后 其实一般的登陆战 都还有第二周波 第三周波 后续的 所以它的港口 集结区都还是持续在作业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打它了 因为已经开战 可是在航渡阶段 因为船在移动 所以就不容易打 这时候可能反舰飞弹 就比较有效 那可是等到要大船换小船 的这个阶段 我们就要进行换乘 那船就要停下来 登陆件就必须停下来 它才能释放出这些小的登陆艇 那这个区域我们一般就称为 博地停泊的博地 那这时候也算是一个集结区 刚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 所以等到它都释放完这些小船的时候呢 或者两栖的登陆战车 那他们开始泛水之后 目标就分散了 又变小 变成我们也很难打它 所以泛水跟抢滩 这时候是最后的防御手段了 所以整个全程看起来就是在集结 装载还有换乘 这三个阶段是我们攻击它最好的时机 所以在敌人要进行对我们登陆的时候 以前陆军的想定就是 在敌人接近我们的海岸进行换乘 然后它所有的登陆的这些舰队都会停留在博地 那在这时候它的船都不会动 大船不会动 然后这时候再换乘小船的这个阶段 我们来攻击它 那我们的效益最高 可是这个博地在二次大战之后 当时因为两栖登陆作战才刚开始进行比较完整的一个复杂的实战化 所以当时的博地的规划都是距离海滩 1500到4000码的距离而已 所以大约只有1到3公里多的距离 因为当时的登陆战车登陆艇他们也跑不远 所以它的博地的规划不会距离海岸太远 可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发展 现在各国它的登陆站里面 它的博地呢都已经远离岸边 所以目前各国的海军陆战队他们在登陆作战的时候 因为这些两栖战车还有登陆艇它的速度也都变快 所以他们的博地规划就可以再离岸边远一点 尤其美国海军陆战队后来他们慢慢的走向三度空间的立体登陆 就是包括直升机 还有气电船 还有两栖登陆战车 各种不同的手段来进行登陆之后 它的博地规划就可以远离到30公里以外 其实就是在海平面的下面 而中国他们目前由于他们的两栖舰队也逐渐的加强它的战力 所以目前他们可以运用的0711072这一类的大型两栖作战舰艇 它可以搭载的登陆艇气电船还有运输直升机 还有两栖战斗车辆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把博地呢设置在30公里到50公里以外的区域 不过距离那么远也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它第一周波跟第二周波的间隔就会拉得很长 所以第一周波它送上来之后 它要撑得住第二周波 就是这些载具呢要能够回头再去接第二周波再过来 所以这来回的时间就会拉得更长 那以目前他们共军的准则来看 他们目前的博地规划大概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 是他们目前努力的方向 所以为了要在敌人正在换乘 整个舰队停留在博地的时候来进行打击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大面积的打击工具 所以台湾的炮兵在很早就提出来 他们希望有一款多管火箭可以进行一个博地的打击 不过当时的想定就比较近 当时的博地规划大概都是距离岸边10公里的范围内 所以在中科院成立之后就开始研发多管火箭 那在1975年就是民国64年完成了相关的研发 而在1976年的国庆就是65年的国庆就展示出来 一开始它只是牵引式就是由车辆拖着 不过后来因为它非常的简易重量也没有很重 所以就架设在陆军的M113装甲运兵车的上面 还有陆战队的LVTP5两栖登陆车上面 光丰四行主要是两具20管的发射器来组成 所以一套就是40管可以在16秒内全速发射完毕 那一开始它是规划要放在军团的划兵群 可是为什么会有划兵群来进行这个接装 是因为一开始并没有火箭营 而当初也是希望说这个弹种呢 它是能打出化学弹 就是化学武器 所以一开始规划是在划兵群 光丰四行它主要的射程是10.5公里 那因为它很轻 所以连早期的M151吉普车它也可以搭载 所以我们看左边这照片它可以搭载在习武车上面 也可以拖曳由一些轻型战术轮车或者卡车来拖曳都可以 它的弹种只有高爆弹跟黄铃弹两种 所以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子母弹的出现 由工丰四行火箭衍生出来就是CR两动腰干扰火箭 基本上它应该只是把干扰师打出去 后来在民国68年试射成功之后 就安装在部分的羊字号上面 就是当时的一级件 所以广泛的配置在包括五进一五进二五进三 这些改装的羊字号上面 而这个系统它可以在战情室里面由操控台来发射 而且还搭配中科院自己制造的长风三行电战系统 不过这一类的配备现在都改装到 寄阳级的巡防舰 还有综合级的登陆舰 还有其他的海军辅助舰艇 就是二线的舰艇上面 那这干扰火箭它的最大射程就是3840公尺 大约是4200码 它基本上就是由干扰师形成了一个雷达的阴影区 来将我们的作战舰艇在雷达上进行隐蔽 让反舰飞弹它搜索不到我们的舰艇 所以工作原理算是蛮简单的 之后由于工风四行它的射程10.5公里 炮兵并不是很满意 所以继续研发产生了工风六行多管火箭 那在70年的国庆上面就对外公开 所以这左边是70年国庆的照片 前面是工风四行搭载在M113装甲运兵车上面 后面军卡搭载的就是工风六行多管火箭 那它的口径是117公里 总共有45管 所以它是9乘545管 它可以发射工风6A的火箭弹 它可以在22.5秒里面发射完毕 而且制造出800×600公尺的杀伤区域 最大的射程是15公里 不过工风六行它的研发过程也并不是很顺利 因为当时中科院自己的技术的限制 所以一开始的工风六行火箭 它的射程只有10公里 那经过了研改才把射程延长到15公里 而且当时的参谋总长郝伯春上将 对于这个射程仍然不满意 因为在1980年代世界各国的多管火箭 都已经可以打到20公里 所以在这个比较之下 中科院只好继续努力 而且郝先生就要求中科院要把射程延长到22公里 并且要配备子母弹以及空炸性管 所以后来研发出了工风六B火箭弹 但是这款火箭弹并没有投产 所以在当时由于我们也被国际上孤立 所以相关的技术一直受到限制 可是工风六行也就服役了 就还是用15公里射程的工风6A的火箭弹直接服役 在载具的部分 原来陆军是希望是履带车 可是相关的履带车取得有困难 所以后来经过协调 改成用M51A25吨的请械车 由它来改装 所以后来量产型是使用M8199的卡车 就是5吨的载重车来进行 来当作它的载具 并配备有FAC202R射击指挥仪 来改善它的火箭弹的精度 使它的CEP达到1% 这个意思是说啦 就是它的误差值 CEP达到1%的意思是说 当CEP达到1%的时候表示有99%的几率 火箭弹会落在以目标为中心的原型区域内 而这个区域的半径是整个目标区的1% 就是150公尺 大概是这个概念给大家参考 那也曾经想说 有没有可能装在M113上面 可是因为公风六行 这个长度太长 并不适合装在M113上面而作罢 服役之后呢 在1981年 执行蜂王一号演习的时候进行火力展示 后来也在台南永康的炮校进行战术评测 还有实验编装 那在1981年 就是民国70年的国庆就进行展示 一开始多管火箭都配处在化冰群的原因是因为 原先希望采用化学弹的方式来投射 可是由于在80年代 各国已经开始管制化学武器 所以中科院并没有进行相关的研究 所以也从来没有化学弹的佩服 最后公风六行多管火箭 它是配属在军团的炮子部 所以像北部的六军团 两腰炮子部 它就有一个火箭营 那八军团 它的四三炮子部 也有一个火箭营 所以基本上当初是南北各一个火箭营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营部连 三个火箭连 每一个连有12辆的火箭发射车 所以总产量大约在80辆左右 在95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国防部还紧急将 公风六行的多管火箭连 前推到金门 其中一个发射牌 还前推到大胆岛 就是万一中国真的 对台湾或者我们的外岛 进行攻击的话 他们也会让敌人吃点苦头 在金石案 97年开始实施之后 原来那两个火箭营各抽掉了一个连 交给中部的十军团 五八炮子部 成立第三个火箭营 所以到这时候才有 北中南三个军团 都有火箭营的存在 后来的配置 其实外界也并不是很清楚 也不晓得 公风六行到底有没有全部处意 不过这么多年已经没有看到了 应该是 有的话也是封存的状态 以下这是举光日的影片 部队集合 南台湾艳阳高照 炮役连官兵 顶着三十几度的高温 执行战备操演训练 他们不惧炎热天后 从紧急集合 机动 阵地占领 到完成射击任务 动作严谨的成熟 严格的自我要求 把吃苦当作吃补 认真的态度与精神 令人配合 炮役连 所配备的国造公风6A型自走式11拐公里多管火箭炮 是由国人自行研发的多管武器 一门火箭炮有45个炮管 每秒可发射两发火炮 45发齐放只需22.5秒 火力强 杀伤面积大 在历年汉光演习中表现突出 也是保卫台海安全的力气 然而 一门公6火箭炮 必须由六个人操作 并在发射架 转盘 支撑潮频等各部门各司指指 相互配合下 展现如 深之始弊 闭之始指的境界 才能将火箭炮的威力发挥最大效用 炮兵的特性总共分为五样 射撤关通炮 所以在射撤关通炮 这对炮兵来说是环环相扣 缺一不可 它的特性是集中机动起袭 在能够短时间内发射多数的弹药 是所望之地区 然后对敌军造成心理上的震撼 及人员的杀伤 公寓善其事 必先立即细 火炮能否有效发扬战力 后勤围保 占了相当关键的因素 炮一人的官兵按程序 步骤 要领 细心完成每个部位的保养工作 希望能使火箭炮 保有最佳的妥善与状态 各位弟兄 等一下我们要进行的是 公寓火箭的一般装备保养 然后你在保养的时候 你要注意到你个人的安全 还有保养的纪律 现在在做的是清洁的炮管 就是平常的时候 因为每一个月 每一台车平均都会进场 所以我们要维持炮管的清洁 以及所有那些机件的运转顺畅预防 就是生锈啊 或者是卡死的状况发生这样 像在通报管的时候 这个点火点针 洗发杆不要去碰到它 因为它会损坏 然后再来是它的底部要保持干燥 还有就是我们的洗发杆的周围啊 你在进入的时候不可以碰到管壁 这样管壁它会凹陷或者是碰撞会受伤这样 就是保养的重点 除了它刚刚保养发射架的部分 你这个电缆桶是非常重要 因为整个公寓的控制就是由电器来操作 如果它没有确实保养移机检查的话 我们操作就会发生问题 相较同其其他国家的多管火箭系统 公封六型算是台湾自己摸索出来的一套多管火箭系统 因为它并没有完整的相关配套 包括弹药车这些设计 它在当时只能靠人力来装弹 所以在射击完成之后还需要15分钟的装填 所以这在时效上其实是不是很好 后来在雷霆2000研发完成之后 公封六型的任务就逐渐解除 虽然它的性能并不突出 但是对于过去四十几年来 台湾陆军的想定 敌人的搏地的距离其实仍然够用 可是在现代的战争来讲 敌人它的两栖部队 它的换乘搏地的设置 已经超出了我们原先设想的范围 都超出了四十公里以上的时候 显然公封六型就没有办法对进攻的敌人造成威胁 不过公封六型的火箭弹 现在以另外一个形式仍然在服役 就是雷霆2000 它三种火箭弹里面的其中 Mk15的火箭弹 就是原来公封六A的这个火箭弹的更新版 所以相关的技术目前仍然在使用 好了 我们这一集简单的介绍了台湾的多管火箭 它从1960年代开始研发 一直到现在最前面的几种产品 那也让大家知道 其实这一路走来 虽然它的结构简单 功能也单一 但是它仍然有它的效用 而且它也是现在我们有关飞弹 还有火箭的研发里面 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所有的技术不可能凭空得来 它一定要一步一脚印不断的前进 没有前面这些简单的武器装备 就不会有后面更先进 更精密的武器的出现 好了我们这一集就先聊到这边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